同學的這個3D模型呢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切成軟體裡面 進來之後首先比較重要的就是 因為它都是鏤空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在這個支撐的類型 年複的平台上面啊 要給它一些支撐 這邊我就選擇Everywhere 然後呢平台我讓它有一個D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大概要列印兩個小時14分 那我們可以從右手邊這個Layer 可以看到它即將列印的情形 所以它先會有一個這樣的D 然後列印完了再慢慢的往上往上 你現在看到藍色的部分就是支撐彩的部分 這樣列印完彩 那現在呢老師這邊已經列印好了 它底的那一片我先把它拆掉了 可是這個支撐彩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就需要動用像這樣的一個前置的工具 來把它拆掉 而且其實你列印完了之後 最好盡快把它拆掉 因為剛列印完其實是比較好拆 那我就需要把這個像這樣把它夾下來 夾下來 所以其實如果你的支撐彩太多的話 老實說會比較不好拆 或者是說有些地方其實確實就是不容易拆開的 那拆這些啊 其實都要很小心 其實都要很小心 不然有時候真的會 手會受傷喔 好嗎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